今天是这对新人的新婚之夜 面前的男人正在迫切着呼唤新娘 因为他们知道窗外有人偷看 才假装做了这一切 原来二人只是假结婚 小美为了逃避母亲的逼婚 请求小帅和她结婚 小帅在女人的恳切请求下答应了她 二人顺利的举办婚礼 新婚当晚 小美在睡觉前突然发现 好像有人在窗外偷看 而来者正是小帅的追求者的话 如果老花知道他们是假结婚 那全村人都会知道这个消息 小美的计划就会暴露 小帅为了不让假结婚的事情暴露 二人就设计了这样一场戏 老花听见这些话 一不留神就从树上掉了下去 毕竟二人做的戏很真 老花只能挥溜溜的离开现场 第二天一早 小美一睁眼就看见了躺在身边的男人 她一激动一脚给男人踹下了场 二人洗漱完毕准备出门时 小美却发现 自己的卡都被母亲冻结了 原来美妈为了让小美屈服 只能先断了她的经济来源 毕竟从小娇生惯养的她 从没遇见过这种情况 一瞬间有些不知所措 小美的情绪逐渐崩溃 但是小帅不慌不忙地鼓励着她 小美听了她的话 有如醍醐灌顶 下定决心要过好自己的小生活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了 虽然二人是假结婚 但是为了不让别人看破 她们就这样过起了男公女之的生活 成为了村里的模范夫妻 闲暇时间而热 还一起放风整 在欢声笑语中增进了感情 或许她们已经爱上了对方 小美为了赚取生活费 带着农场的水果来到派对上 可是娇贵的千金大小姐 哪里售卖过水果 没有经验又缺乏实践 直到若西山 小美的水果摊还是无人问津 在小帅的提议下 二人准备登上舞台 在派对结束后 好好为水果摊宣传了一番 原本的小美还很害羞 但她慢慢融入了欢乐的气氛中 最后与大家打成一片 这时 打扮的花之招展的老花突然赶到 她看着自己的心上人 正在和小美热舞 气就不打得出来 就连老花的闺蜜 也让她赶快去抢C月 老花气势汹汹地登上舞台 一把拉开小美 小美也不敢示弱 用力推开水蛇般扭动的老花 二人就这样斗起舞台 很明显 老花慢慢乱了阵脚 说了的她 只能像一个局外人 而被排挤的一笔 而大家簇拥着小美肉 看来次民都喜欢这个 人美新生的大小姐 派对结束 小帅热情地介绍小美 小帅也趁机地 好好宣传了小美的水果摊 一个是村长家的儿子 另一个是金主的女儿 二人的形象就是最好的广告 所以落寞的小摊变得热闹起来 结果很快被疫情关光了 小美开心地数着自己挣的第一吞金 这时突然出现三个壮汉 他们走到了小美的面前 虽然他们一开始还礼貌地和小美打招呼 可很快没有了耐心 逐渐露出了猥琐的表情 两个流氓架起小美 就要把她拉进小村里